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分享一個 用特殊的方法 不用材質包也不用模組也不用作弊的方式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岩漿裡面到底有沒有鑽石 我們只需要準備一個鵝卵石半磚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半磚都可以 只要它不要燒起來就好 然後再一個抗火藥水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這邊就要實際來示範一下 我先喝掉這個抗火藥水 我們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放一個半磚或全磚都可以 然後再把它挖掉 讓它岩漿可以在這邊流動 接著呢 我們就在這個高度 放置這個半磚 然後我們就站起來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到下面岩漿這底下 到底有沒有鑽石 來來來,快快快,往下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到底有沒有鑽石 看一下 喔有有有,那邊看到一片那邊看到一片 來來,我們大概先往那邊走一下 歡迎收看麥塊1.20伺服器 我是尼亞斯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留下喜歡、訂閱、加旁邊小鈴鐺 開啟就是 好的,那我們影片就準備開始囉 Let's go! 好啦,那我們今天繼續玩1.20喔 那今天呢,一樣要來挖礦 為什麼要來挖礦呢? 因為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別人分享了一個很特殊的挖鑽石的方法 我在這一集呢,想先來試一下喔 但是在挖之前呢,我們需要準備一些材料 首先是部分的抗火藥水 欸我發現我不用做抗火藥水了 我樓上去就已經有一些了 我拿個...這些應該是夠啦 這樣有6罐,然後每一罐都是8分鐘 然後接著呢,我們要準備移架到那個-54層呢 也就是我房子底下挖礦的區域 就是漁谷挖礦的區域 好,我們現在下到了-54格喔 然後我們先來找一下岩漿的區域喔 各位觀眾應該在網路上啊 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常常會有所謂聽到一些都市傳說 算都市傳說,麥塊都市傳說 就是說,通常呢 你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鑽石 然後通常就在你旁邊的這個岩漿裡面 那要進去岩漿呢又很麻煩嘛 因為看不到岩漿裡面有什麼 就算我們有抗火藥水也很麻煩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要來分享一個 呃...用特殊的方法 不用材質包也不用模組也不用作弊的方式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岩漿裡面到底有沒有鑽石喔 我們只需要準備一個鵝卵石半磚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半磚都可以 只要它不要燒起來就好 然後再一個抗火藥水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這邊就要實際來示範一下 我先喝掉這個抗火藥水 然後接著呢我需要先試一下 看一下這個地方有多深喔 好像蠻深的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好像應該是差不多 我們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放一個半磚或全磚都可以 然後再把它挖掉 讓它岩漿可以在這邊流動 接著呢我們就在這個高度 放置這個半磚 然後我們就站起來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到下面 岩漿在底下到底有沒有鑽石 當然呢,在這個位置呢 我們要看到全部是有點麻煩的 所以最好是找到比較大片的岩漿 再來做這個動作會比較有效 我們這邊一樣再放一個半磚 然後我們再把它拆掉 然後呢,這樣子看 也可以 可以 其實不一定要半磚啦 你用全磚也可以啊 就是 它頭頂上有一顆就可以了 那前提是你要把這個岩漿這一格給弄掉 然後我們在這個底下 岩漿這底下也是可以再做一次的喔 比如說我們現在到這個位置 我想要看附近有沒有鑽石 我們就先放一個半磚 然後再把它拆掉 然後我們再頂到這個頭頂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欸! 有紅石但是沒有鑽石喔 那一定會有很多觀眾有疑問喔 就是,欸! 其實我用玻璃啊 它會用沙子把這個岩漿填完 我就可以看底下有沒有鑽石了有沒有 但是因為一般我們在碳礦洞的時候 不一定會帶這麼多的沙子或者是玻璃喔 所以半磚呢 就會成為我們一個非常方便的材料 那當然如果我們要挖鑽石的時候 再用全磚把自己包起來去挖鑽石 基本上就沒啥問題了啦 那我們這一集呢 就是要找一個超大片的岩漿 然後來進行這個挖鑽石的動作 我們看看在五分鐘內左右 可以在岩漿裡面找到多少的鑽石喔 那這裡的話是這個 重生點底下的深淵地形附近喔 也就是遠古城市附近啦 我們可以來這個地方挖挖看 好,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這個深淵地形了 大家應該有眼熟吧 有看過之前我的影片的話 應該就知道 這個地方是哪裡了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可以挖到多少的鑽石 在這片岩漿裡面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計時囉 3,2,1,Let's go 好,來,趕快,趕快 喝下我們的抗火藥水 然後先往下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位置 好像下面有一個方塊 然後我們在這上面呢 放一個,呃,這個半磚 我發現我的速度很慢啊 來來來來,這邊放一個半磚 然後把它拆掉 然後這邊再放一個半磚 然後呢,我們要往下走 來來來,快快快,往下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到底有沒有鑽石 看一下 喔,有有有 那邊看到一片 那邊看到一片 來來來,我們大概先往那邊走一下 大概應該是在這附近的位置喔 然後我們先擺個方塊 然後在 這邊挖一個 等一下,我不確定這底下是不是鑽石 我還是 稍微保險起見好了 我們先在這邊呢 弄掉它 然後 我們再挖底下 然後我看一下 有有有有,很接近很接近很接近 我在這邊稍微擺一個 這個 提示喔 也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要把鑽石給包起來 剛剛看應該是四格嘛 所以應該是這個空間 然後我們把這個 岩漿給弄掉 鑽石就出來了 哈哈哈哈 好,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樣挖掉 兩顆 五顆 九顆 好,可以可以可以 附近看起來好像沒有鑽石了 我又看到一個鑽石 我又看到一顆鑽石了 有,在這裡在這裡在這裡 我們把它圍起來喔 好,看一下喔 一塊 呃,16顆 我不知道現在幾顆 20顆 有了有了 呼呼 有比較多耶 好,可以可以 再來 我看到那邊還有一塊鑽石 但是在岩漿裡面走動好像太慢了 時間應該差不多要到了 我看一下 對,時間剛好五分 零五秒左右喔 好的,我們來算一下 我們這五分鐘呢 在這個岩漿總共挖了二十顆鑽石 我們上次 魚骨挖礦挖了多少顆鑽石啊 也是二十幾顆對不對 其實差不多耶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 這個岩漿的方法跟 一般魚骨挖礦的方法並用的話 應該可以挖出更多 就是可能 可以多個五顆十顆左右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魚骨挖礦的時候 很常會遇到岩漿嘛 然後遇到岩漿我們通常都略過啊 不然就把它填平啊 然後 有時候你要填平 需要花太多的方塊 會比較麻煩 那我們現在這個方法 我是覺得是比較簡單 比較 不花費方塊的方法 你就可以去挖鑽石 但是前提是 你要釀造抗火藥水啦 但我相信呢 基本上熔煙球應該沒有到那麼難獲得啊 所以要釀造藥水的部分 應該也不會那麼麻煩 好 那雖然說我們時間到了 但是我還是想要看一下 這個岩漿裡面到底總共有多少鑽石啊 喔這邊還有一顆 這邊還有一顆 OK 我們要下來了 好 這樣子應該就沒有岩漿了吧 有了有了有了 好我們下20顆嘛 二十 一顆 蛤 蛤 那個幸運沒有 沒有任何效果是不是 我忘記跟各位觀眾教學講一下了 就是 當你用半磚去弄完之後呢 你要按著空白鍵頂上去喔 頂在這個半磚上面 才可以看到附近 有沒有鑽石 我們總共挖到了二十一顆鑽石 其實 算還行啦 另外呢 如果我們要在地獄挖玉璽呢 也是可以用一樣的方法喔 我們首先呢 一樣下到岩漿底下 接著呢 我們一樣擺上我們的半磚 不過在地獄的話 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你如果太往下的話 它的岩漿會遮住你 所以你要 稍微的移動一下你的視角 大概的看一下 你不能太往下 你的準心大概要在中間 然後用你的餘光去瞄喔 目前看起來沒有 應該是太高 我們可能要去前面這個 峽谷的區域進行喔 呃 左半邊沒有 右半邊 也沒有 難不成這個區域沒有獄髓嗎 欸 各位 有沒有看到獄髓 我吵到獄髓了 就在這個位置欸 哇賽 浴髓應該在岩漿裡面不會被燒掉 對不對 我記得 這樣子是一塊 我其實找了有一段時間啊 這樣子 一顆 對我只看到一顆 沒有看到其他顆對不對 好像 沒有 對 看起來是沒有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內容啦 雖然說這個方法真的很不錯 但是如果你只居膩於在岩漿裡面找鑽石 那當然是會找很久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呢 比較適合你剛好沒有帶玻璃 然後呢 你又剛好沒有帶很多的方塊 但是你家裡的抗火藥水的這個材料非常多 那你可以去挖礦的時候順便帶個一兩罐抗火藥水弄到八分鐘 那在材料不齊全的情況下 你可以用合成台或者是切實機去弄一些絆磚 那你如果剛好在漁谷挖礦的時候遇到一攤的岩漿 那你想說不要錯過不要浪費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檢查一下底下有沒有鑽石喔 那當然地獄的部分也是一樣喔 就是如果你在炸玉水的時候 不管你是用床還是TNT 你炸一炸有出現岩漿 或者是你前面是一大區塊的岩漿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找找看有沒有遺漏掉的玉水啊 總之就分享到這裡喔 好那我們這集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留下喜歡 訂閱加旁邊小鈴鐺開啟融資 平晚上六點發片加在早上十一點 有幸聚集的准收看我的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到這裡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到這裡見囉 各位掰掰